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觀眾朋友今天應該有感受到 各地的水氣都還是蠻多的 外出的時候雨是偶爾也下的蠻大的 不過好消息是呢 從明天開始天氣狀況 就會變穩定了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隨著風面逐漸遠離之後 各地的天氣狀況都會穩定下來 降雨的範圍會逐漸的縮小 再加上明天東北季風就會減弱了 所以溫度也會往上回升 就不會再這麼的濕涼了 好 至於明天的降雨狀況 我們從雨區報上來看 其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這段期間 各地的降雨機會還是比較大的 尤其是在東北部地區 還有在山區的部分 要防範雨勢 偶爾也是會下的比較明顯一點 好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從明天白天開始 各地的降雨都會趨緩下來 整個西方部地區 甚至都有機會可以見得到陽光了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午後在山區的時候 依舊會有降雨的可能 所以還是要建議帶上雨具 小心安全的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 明天雨室都緩和下來 是多雲的天氣 高溫可以來到二十三度了 桃園 新竹跟苗栗 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溫度十六到二十五度 台中跟南投多雲 昭和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二十六度 雲林是多雲的天氣 嘉義是多雲到晴 台南有機會見得到明顯的陽光 高溫二十六度 至於在高雄明天是多雲到晴 屏東是多雲的天氣 高溫一樣二十六度 明天在宜蘭會有短暫降雨的機會 花蓮跟台東雲量比較多 台東的高溫來到二十五度 至於外島方面呢 在馬祖是多雲到晴 金門跟澎湖一整天都會是晴朗的天氣 高溫來到二十四度 好 為大家整理一下氣象小叮嚀的部分了 我們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期間呢 各地都還是會有降雨 外出跟開車的時候都要小心安全 至於天氣狀況到了明天白天開始呢 水氣就會減弱了 然而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午後在山區依舊呢 是會有降雨的時候的 再來要看到呢 這樣天氣狀況會一路到週五喔 一直到週五之後呢 又有另外一波封面報導 到時候天氣又會變得不穩定囉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